从追赶者到领先者试图彻底逆转 俄罗斯从中国身上学到一个理念 近日就有报道称 俄罗斯此次在发展高超音速武器上领先其他国家 在国防领域将不再扮演追赶者的角色 从追赶者到领先者 俄罗斯实在是不容易 有分析人士称 这或许是因为俄罗斯从中国身上学到的一个理念 几年来俄罗斯不断向中国购买设备以及先进的技术 其中包括柴油发动机和航空航天等技术领域 在俄罗斯11356和R350两个护卫舰项目出现动力问题 在舰载防控系统上出现停滞 军舰造价也超出预期时 中国却早在前一年就安装好了护卫舰 造价成本也比俄罗斯低很多 这也让不得已的俄罗斯向中国求助 用中国的船身和动力装置 加上俄罗斯的武器与电子设备为海军制造护卫舰 由此可见 俄罗斯在近年来学习中国的地方越来越多 但这次俄罗斯学习的更是深层次的理念方面 那就是集中优势干大事 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本着这个理念 远的来说 中国古时候的抗洪 并且从遥顺雨开始 这个理念一直追随着我们 近的来说 这次危害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 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了 中国集中优势干大事这一理念的优势 俄罗斯也正是因为学到了中国的这个理念 才有了从追赶者到领先者之说 早期俄罗斯在继承苏联军事国防工作的时候 因为经济长期不振 国防抵单急剧减少 各个科研机构后退的十分严重 加上大量的科研技术人才流逝等等 让整个军事科研和国防工业体系 受到严重的打击 所以俄罗斯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能勉强维持一些核心武器的研发外 其他武器进度缓慢 甚至有了局部性后退 现在俄罗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与进步实属不一 想必俄罗斯近几年对国防工业的投入 以及在提升工业技术水平 都付出了不小的努力 不管中俄两国师徒关系是否转换 滴水之恩当有权相保 不管是当初俄罗斯对中国的雪中送炭 还是今日中国对俄罗斯的帮助 都只会让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